一只野生的山羌可能因为密食的关系居然在夜晚闯入赤柯山农场 被屋主发现的时候这只山羌一点都不怕生甚至还想住下来 不过山羌是属于保育类动物民众不可以自行圈养 因此屋主最后是采取放生的方法来处理 不过这只物闯民宅的山羌却让经营餐厅的屋主身影好起来了 都说这只山羌正是带来柴气 目前正是玉里赤柯山竞争花季的期间 许多游客都上山来赏花 而在这一间餐厅业者赤柯农场正为即将到来的游客人潮忙着准备生意的时候 却在餐厅厨房发现一位捕述住客野生山羌 巧合的是这只山羌不怕生 对人类触摸并不感觉到慌张 反而坐下来一副要坐下来的样子 农场主任陈景祖表示 由于今年来山羌已经是保育类动物 原住民朋友也不再捕捉了 此刻山上的野生山羌越来越多 也会吃金针花 这只山羌可能是为了觅食而闯入 原本把他赶走 但又回来住了一个晚上 最近很多我的金针员被他吃掉快五六分底 吃掉快五六分底 对 我老公还去买那个铁王子 把他周围都围一圈 然后被他吃掉了三年不会开花 他都长草 其实对你们也有影响 有影响 所以我们要花时间要花钱 还要去把他尾一切让他进不来 晚上的 问打开了就看到金针在那里走来走去 最山江的传入 陈群叔希望能够带来财气 为自己经营的民宿和餐厅带来客人 但是山江属于保育类动物 农场最后还是将这些山江带到山上放生 让他重回三年的生活 记得九龙玉的这么大